今天要介紹的外援球員就是兩位效力傑子的中場基爾頓和巴爾拿 傑子在今屆的瓦冠獲得小組第二名的佳職 陣中不少球員都打出新架 當中表現突出的除了有隊中神射手丹欣盧榮 在後防一夫當關的朴晉拱之外 基爾頓和巴爾拿也是中場助攻助手,佔前顧後 這段影片就想介紹這兩名外援中場在傑子陣中擔任著什麼角色和他們的優權點 在進入分析之前,在此要再次感謝Comrade贊助這段影片 現在只要在Comrade足球APP擁有一支15人以上的球會 就可以免費獲得一次基本球賽錄影的服務 Comrade Studios由外國引入最新的拍攝器材 加上專業的後期製作,就可以製造你的球賽影片好像英超歐聯一樣 現在只要去Description中的網站登記你的球會名稱 工作人員核實後便會和你預約時間 想有自己比賽片段的你,還不快點用Comrade APP組隊試試? 回到分析時間,傑子在六場亞冠賽事中採用4-3-3陣式 基爾頓和巴爾拿都是擔任中場中 先討論基爾頓在防守的作用 雖然傑子的防線通常收得較後 但基爾頓會經常壓迫對方拿球的中場球員 而他的壓迫頻率亦比兩個拍檔黃羊、巴爾拿多 這樣做可以令傑子的防守不會陷於過於被動的局面 而且亦利用到基爾頓的身體對抗性,嘗試拿回球權打反擊 而基爾頓在六場賽事中成功搶截了57次這個數據 證明他有能力向對方的中場施加壓力 我們可以看到,在最後一場對大阪櫻花這場關鍵戰中 基爾頓的壓前甚至令傑子的防守陣式變為4-4-1-1 變相令基爾頓有更大的自由度做壓迫 雖然敢做會令黃羊和羅子進之間出現空位 但亦反映到傑子間中會犧牲防線的緊密度 而令對方拿球的枕有更大壓力 不過隨之亦會面對對手在禁區頂有更多空位起腳的問題 基爾頓防守的棋位更加壓前 另一個好處就是有助傑子,由手轉攻 由於基爾頓並不需要負責保位的工作 當球隊拿到球權,基爾頓便可以在較前的位置接應傳球 並憑藉著他的推進能力拆動反擊 這個套路亦是傑子其中一個入球板斧 而基爾頓的活動範圍靠近右路 一方面是方便他慣用腳傳中 另一方面亦是保持球隊左右平衡 傑子右路羅子進和羅伯濤的側擊能力頂突出 基爾頓在右路的突破和傳中可以帶來威脅 而當基爾頓在右路傳中 左翼安永佳亦可以收入中路搶點 或者拉開空位給丹欣勞埋門 這個套路亦為傑子帶來了兩個入球 除了引球突破,基爾頓在反擊時還可以擔任護球和分球的角色 他可以憑直身體質素在反擊時背身拿球 再以傳給後上支援的隊友 其實是分擔了丹欣勞埋的工作,減少丹欣的體力消耗 而基爾頓的分球和視野也有來球隊反擊的推進 製造了不少機會 相比基爾頓,巴爾拿的防守站位就靠後 主要是負責和黃陽保護禁區頂的空位 以下這球可以看到,巴爾拿的防守站位和遮線 令對方無法直接傳球給前鋒,只可以不斷橫傳 這球也看到,即使巴爾拿身後的太港前鋒有一定的空位 但巴爾拿已經阻擋了對手的全球線路 所以也無法利用全球打穿劫子的防線 出色的棋位可以保持陣型的緊密性 這球黃陽上前夾擊,巴爾拿就立刻鬥後補位 這下丹尼被對方引開,左閘位就出現空間 巴爾拿很快填補空位,並免結置防線出現缺口 另一球也看到,對手嘗試overload結置的左路 巴爾拿就會加入協防 而只要巴爾拿的防守站位正確 加上對方在面對基爾頓等隊友上前施加壓力時會容易犯錯 巴爾拿就可以成功作出攔截,再發動反擊 而如果對方想在中路強行突破 巴爾拿就可以靠下腳和鏟截阻止對方的推進 巴爾拿下腳的次數不多,但準成度高 亦很少因為魯莽出腳而失位 討論完基爾頓和巴爾拿的防守角色 我們再看看對大阪櫻花失球軟射 對方的中堅泰亞高之所以有幾次壓上軟射的機會 是因為與他對位的丹恩盧域要保留體力 而很少主動埋身壓迫 令到潔志中路人數處於劣勢 繼而給予泰亞高起腳的空位 潔志的部署雖然成功地鉗制對方中場發揮 但應對對方中堅軟射這一點上就沒有特別的部署 導致失球 相比起基爾頓,巴爾拿用球的侵略性不高 較多在中後場串連 後衛面對壓迫時便會現位和拉扯 嘗試內心地保持控球權 不過用球較多的巴爾拿也有不少的誤傳 反映出潔志中場控傳能力在亞洲賽來說並不突出 加上穩守突擊的踢法 令到潔志今屆的控球率和全球次數都不多 來到總結時間 基爾頓和巴爾拿這對中場拍檔在今屆賽事裡 展現到在亞洲最高水平賽事蠟燭的能力 尤其基爾頓在亞冠杯東亞組五個小組裡 擁有最多次的創造攻門機會 盤流過人,傳中和搶折成功 證明他在攻守兩端都有亞洲級的水平 而巴爾拿的位置感,保位和防守判斷也相當出眾 雖然數據未必可以突顯到他的貢獻 但巴爾拿的付出絕對是有目共睹 今屆潔志可以獲得歷史性的佳積 眾多有經驗的外援和本地球員表現穩健 是其中一個原因 希望潔志一群年輕球員可以學習到他們的技術和意識 在下屆的亞冠賽事發光發亮